大家好,马桶人更新了的第61集 惊险刺奇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 现在让我们一同揭开第61集的神秘面纱 故事刚开始,一位监视器人狂奔而至 他的手臂已被切成两半,鲜血如泉涌 就在此刻,另一位监视器人也拼命奔跑 一个圆巨马桶人紧追不放 一下子,圆巨马桶人把监视器人锯成两半,太血腥了 突然,很多的马屁光束睡向他 他立刻失去的控制一头撞到了路旁 原来他遭遇了几个监控人的阻击 正在此时,墙的后面隐藏着一名特工,鬼鬼祟祟 他一般不会躲在墙的后面,经常出现在屋顶上 他到底是谁呢? 每次都是偷偷摸摸地观看战斗的情况 他是间谍吗?还是这次战争幕后的操纵者呢? 就在这时,马桶人出现了 我的天,马桶人越来越文艺了 一概往常凶狠的模样 搞起了文艺范长长的头发,还戴个眼镜 感觉是个摇滚歌手,装备上可以看出 他经历了全面升级,身上装备了火箭发射器 他不断发射光束,除非消灭前来紧急的监视器人 正当他即将消灭最后一个监视器人时 音响里人亮相了,唱着歌,跳着舞,又再又再走过来 这一瞬间,让人兴奋异常,又增加了一位女性成员 他的扬声器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马桶人试图用他的光束攻击音响女人 这对音响女人毫无影响 音响女人发出了一枚炮弹 马桶人也没有说到伤害 音响女人双手各支一把单刀 突然甩出,双刀插入马桶人的双眼 马桶人痛苦地咆哮 他运用扬声器声音,纵身一跃,登上马桶人的顶部 按下了冲水马桶的按钮 当摄像机电头移动时 我们看到音响人正在跳他们标志性的舞蹈 欢迎战斗的胜利 谢谢观看下次节目见